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小马AI系列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同时邀请您加入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分享技术 好不好 好 咱们开始今天视频的内容 小马AI学习包 是这样 一开始 我是准备在我的技术频道 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AI的基础课程 一开始我的计划包括哪些 咱们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一开始我想包括NumPy Modplot画图 Pandas 这个是表格处理 SumPy 这是科学计算 然后SkyLane SkyLane我想重点想给您介绍一下 它其实都说是机器学习包 其实我觉得说的不对 它应该是机器学习算法机 这个形容SkyLane是比较准确的 这个我也是准备给您开课程 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同时TensorFlow2 包括PyTouch PyTouch一开始人气还不是很旺 这两年突然间追上TensorFlow 一点事实都不减 今后也有可能我给您讲Touch 是这样 一开始我是准备单独 单独开课程 给您分门别类的讲这些内容 其实现在我NumPy课程课件已经都做完 今后可能还要做Mind Plot 包括TensorFlow2 我现在也正在做 对吧 后来我现在就考虑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单独只做某一个细节的课程 可能您讲的很细 是吧 课的很细 但是作为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来说 非常的枯燥 你在说什么 一会我就困了 对吧 哪怕你一堂课 你就讲三分钟 就讲五分钟 我也困 对吧 所以说我今后想变变我的思路 也就是说 我不会单独再开某一个学习包 某一个package课程 我想把它们都结合起来 咱们开一个综合的课程 也就是说咱们用实力 咱们通过实力 咱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术 这样能够达到您快速上手 快速掌握的目的 对不对 那么该怎么做 我今后的计划 大家请看 我准备采用Cargo Cargo咱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数据科学家的 怎么说集散地 它是数据集算的一个平台 对吧 在这上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学习 深度学习 积极学习的算法的竞赛 您可以在上面学习 可以在上面赢得大奖 对吧 甚至可以在上面找工作 这可以说全世界最最重要的 数据科学家的集算地 它里面有好多好多 可以说多如牛毛的数据级 以及训练级 让咱们去学习 业界各种各样的算法 我认为它是非常非常好 没有之一的 学习机器学习 或者说深度学习的平台 没有之一的 所以说今后呢 我这么想 就说我想基于这个Cargo上面 一些个著名的项目 我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呢 做成我的课件呢 给您讲解 比如说最著名的泰坦尼克号 它的项目大概 现在参与人大概有这个 两万多个团队 对吧 其实咱们作为新手来说 您要学习机器学习 想学习深度学习 没关系 咱们通过一个实战实力 让您还好理解 还好入门的前提下 我给您讲各种各样的知识 比如说 我罗列在这里面的所有知识 可能咱们通过做一个Cargo的 泰坦尼克项目 就都能够给您包含到 这个可能是今后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不会再为 比如说我为这个Pandas开课程 为S-Clean开课程 可能我不会单独这样做 但是TensorFlow 我现在既然已经做了 我就TensorFlow 我会继续把它做下去 但是其他的课程 我想把它融成一个 类似于实战的 咱们从Cargo上找几个项目 比如说泰坦尼克 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分析 等等等等 多如牛毛 咱们都可以把它找过来 然后呢 分析数据的特征 这样呢 您还能够了解 业内的常识 业内的知识 同时还能学习 这些个科学计算包 科学计算库 我认为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特别的 怎么说 效率高 而我现在为什么 我现在感觉就是说 比如我现在正在做囊牌吧 好像大家也是 看完的朋友 也给我点赞 也挺好的 但是毕竟播放量比较少 我认为的原因之一 第一可能小马讲的确实不好 第二呢 可能确实听这种纯技术课程 有点枯燥 对吧 那么咱们如果结合实际项目 我再给您讲解的话 可能您听起来 又有趣 又能学习相关的业务知识 领域知识 同时还能学习AI最基础的计算包 最基础的计算库的学习 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所以说今天 我就咱们展示做一期 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再决定 是不是今后我采用这个方式 好不好 那咱们就试一试 我这简单的给您准备了一个最著名的 卡古网站 最著名的泰坦尼克的数据 咱们试一试 首先咱们大家看一下 咱先访问一下卡古网站 如果今后想在数据科学中有所建树的朋友 我希望您能够在卡古网站注册一个账号 它真的是有多如牛毛的案例 多如牛毛的测试数据 真的让您学不完 我就在这个网站上 咱们找到了一个最著名的泰坦尼克的实例 是这样 今后小马 我如果想给您讲一些卡古上面的库的话 我都会把卡古这个项目 或者竞赛的测试数据集和训练数据集 把它下载下来 大家请看 放到我的网站上去 便于您的下载 为什么 因为有好多朋友 可能他并没有卡古的账号 如果没有卡古账号的话 可能您并不能够下载到它里面的内容 对吧 那么我作为我的课件来说 我都会把我认为需要的 用到的数据集 我自己建了一个GitHub里面的datasense 我会放到这个地方 您通过卡古下载也行 通过我的这个地方 通过我的GitHub下载也可以 反正我今后的课件 所用到的数据集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镜头 您可以从卡古下载 或者说从我的网站下载 或者说从我的GitHub网站下载 都是可以 如果说您从我的GitHub网站下载的话 该怎么运行 我今天简单的给您运行一下 今后我讲卡古类似的这种课程 或者说我今后讲小马AI的课程 我都会采用Google的collab 所以说您应该也需要跟我一起学 collab的使用方法 好那咱们先少续一段逛口 说完之后 咱们先看看 我的数据集该怎么用 咱们试试 比如说 我呢 咱们去从我的这个GitHub 咱们下载一下这个卡古的泰坦尼克数据集 怎么下载 就用我的这款代码 对吧 您直接一直行 就能够 大家看看 就能够下一下了 对吧 我呢会把我的这些个代码的 knowhow脚本都编辑完 分享给您 您直接下载就可以用 然后您下载完之后 这边一刷新 它就出来了 对吧 出来数据集 打开之后 咱看一下 比如看一下测试集 右边就说出来测试集 各种各样内容 大家看看 非常好 这个collab非常好用 今后咱就采用这种方式 我给您讲解 完全没有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 咱们既然咱今天坐这了 咱就都试试吧 我这个今后这个课程怎么想 咱一个F11咱最大化 咱们看一下 这课程看起来非常的清晰 对吧 然后下面呢 是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Google的collab 默认给咱们引用的 或者安装好的一些包 对吧 今后我也就基于这些包 给您讲解 咱就不单独开课程了 对吧 好 咱们执行一下 看一下目前的最新版本 大家请看出来了吧 Python版本是369 这无所谓 369 374 什么383 385都可以 然后Pandas的版本 咱们就Mutplot 这都是最新版本 Numpi Numpi不是最新 Numpi应该1.19了 对吧 1.18 这没关系 非最新版也能用 Sumpi 对吧 包括这个Skydun Skydun它用的是0.2 对吧 然后呢 这是刚才咱们看到的 我下载泰尼克的 这三个CSV文件 对吧 OK 再往下看一看 然后 下面是 咱们要引用的是 这个Skydun的 一些个算法包 执行一下 包括一些个 这个Mutplot的一些设置 包括今后呢 我要给您讲 这Mutplot的时候 咱们要出好多图 对吧 出图 用这个Google Collab 出的也非常方便 非常的方便 它是基于这个主拍特 对吧 然后比如说 像我这个 把我的数据局 放在根下面 在泰坦尼克里面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Pandas 可以把读取到 形成这个DataRow 对吧 然后咱们打出来 这个 咱们这个泰坦尼克里面的信息 试一下 出来了吧 你看这是泰坦尼克号里面的 给他人信息 这个ID 这个幸存者是否幸存 然后这个档次 名字 性别 就说 它这个是哪个仓位啊 你是高级舱 上等舱 下中等舱 下等舱 对吧 票价 包括有没有兄弟姐妹 这个数据集 也非常非常的清晰 很简单 怎么说呢 非常便于学习 然后下面这个是 咱们抽取一些数据 泰坦尼克里面 给他CSE的一些测试数据 都看到 是这样啊 我给您显示了 今后我想是这样 有两种显示方法 因为为什么 比如像现在这个 咱们抽取 咱们拿到的 CSE里面的 比如说 前五行数据 我呢 给您用的是print 用这个print 对吧 其实咱们可以不这么用 咱们可以怎么用 试试 这个是 这个是咱们 如果我用 在本地 给您用Python讲 是没法讲的 对吧 如果咱们用 这个 collab就非常好 基础Python的话 咱们直接就这么敲 大家请看 我刚才是用print 看到是这个数据 对吧 那么我如果不用print的话 咱们用这个纯的主拍特计方法 大家请看 是这个表格 这看起来更加的清晰 对不对 然后呢 是黑主题好 还是白主题好 我还没有定 我今天这个课件 用的是黑主题 今后我有可能用白主题 其实我还 就说VSCode 我喜欢黑主题 可是这个 quota不知道为什么 我喜欢白主题 对吧 比如这个数据表的信息 对吧 这都是Pandas 给他们提供的功能 都出来了 对吧 没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幸存者 然后这个总数 然后这个平均值 偏差值最大了 然后这是中位数等等 会有些个排序 对吧 然后这个计算空值 是Pandas的功能 这个今后我都按照这个Pandas的思路 给你讲 都没问题 大家请看 是这样 咱们不管是这个泰坦尼克项目 还是说咱们实际工作中 咱们拿到的这个数据 一般都很脏 咱们都需要整理 比如说像这个原始数据集里面 有好多的年龄 居然有好多的空值 对吧 可能咱也不知道这个乘客有多大年龄 对吧 那么咱们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预处理之后 才能够进行分析 对吧 OK 包括这个数据清洗 数据整理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能做到 对吧 OK 大概我想今后 就是基于这个Collab 这个平台 给您做一些科学计算的讲解 同时因为里面的代码内容 不像我给您讲个VoE 讲个Bloodstrap 这么的简单 可能直接的一个readme 就搞定了 Markdown就搞定了 可能需要非常复杂的下载 而且还得需要前后的过程 对吧 以后这些课程 我都想以这个Jupiter方式 给您分享 换句话说 我可能就把它变成一个 二斤式Jupiter文件 您分享给您 您直接在您本地 直接 或者您把Jupiter导到您的Collab里面 就能够使用 而且我的代码详细备注 都会在这个里面 给您详细的注明 这样的话 对于您的学习来说 我认为是非常的有帮助 这个也是我愿意 怎么说呢 多花时间给大家分享的 怎么说呢 原因之一吧 对吧 这确实比我以前用这个VSCode 做客舰来说 直观看起来就特别好 对吧 可以显示这个 list 可以显示图片等等等等 都可以显示 所以今后呢 小马AI课程呢 我想就是基于 Cargo这个平台 然后呢 给您分门别类的 咱们综合的讲解 这些一个知识 希望您呢 能够支持小马AI课程 好 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今后呢 我会不定期的 给您更新AI的各种各样的课程 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平台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